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养知法手法据理力争 北加州的Newberry城市 在去两年以前选出了首位华裔市议员 这名名叫做冯家辉的Anders Fung 他来自香港 后来在美国念书之后 在美国留下来 后来在两年以前当选了Newberry市的市议员 不过在上个礼拜六下午五点钟 他陪同家人一起到旧金山的公园爬山的时候 被别人用水泥砖砸到头 究竟这个是仇恨犯罪啊 或者是加州治安越来越坏呢 今天会解读这家华裔市议员冯家辉被实际的案件 在这之前我们看一下 美国各地重要的法律相关新闻 昨天国会继续进行1月6号暴动的听证会 在本来礼拜三要进行另外一场 现在延到礼拜四 所以这个礼拜会有两场的听证会 这个下礼拜他会继续进行 在昨天的听证会里边 传服了很多这个川普新边的所有的这些顾问 法律顾问也好 或者是司法部长也好 他们有些人是在国会现场出庭作证 有些是已经在这个调查过程之中 录了口供 在过程之中 以后这些证人都证实 当时所有的人已经说 这个选举已经大势已去 已经败了 但是川普就是不care 不在乎 这个他坚持自己赢了 当然这个更多的证据显示出来的话 这个所有的这些新边的人 都知道这个选举已经是这个结果没有问题 但是的话 他说后来这个在选举最后的几天 他的选举团队被这个朱利安尼的法律团队所取代 朱利安尼他这个法律团队继续推动的话 选举作弊这种论调 所以的话他这个最后的话 在这个过程之中突然间的话 呈现了另外一个法律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在过程之中 他说在选举 这个川普认为选举结果有问题 他自己的话就是号召他支持者来筹款 来换位选举的合法性 所以的话他在发起之下 他筹到了两亿五千万的这个资金 但是这个调查小组说 这些资金名义上面是说 是要来打选举战的 但是这些钱并没有用作这个选举的输送费 而是说这个钱马上变成了川普的 进入川普的两个这个选举的这个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里边来了一个政治选举委员会 一个是Safe America 另外的话是有这个这两个这个选举 他本来是要来来挑战选举结果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的话 他说会不会将来国会要求司法部调查 川普挪用选举经费这个调查了 所以现在的话为将来这个要行事追究 行事责任埋下了伏笔 本来今天在明天国会会继续进行第三场的听证会 没想到的话这个听证会被延后了 而第三场会讲哪些内容 华盛顿邮报今天也独家的报道了 里边之将要展开的内斗内幕 这个内斗内幕牵涉的这个关键人物叫Jeffrey Cock Jeffrey他自己本身的话是哈佛大学念本科 后来到Georgetown里面念的法学博士 后来做了民事律师 专门在这个负责这个环保这方面 在两年以前他被川普提名任命的 司法部忠诚的这个主管 主管的话这个事务就是环保署里的民事诉讼 在过程之中在选举之后 因为William Barr当时的司法部长 以后他不认同川普的这个选举有作弊 这种论调 他在媒体里面公开说 这个你这个选举没有问题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William Barr也说他这种 川普说选举舞弊这种的话CBS 他不相信的 后来在12月23号他辞职不干 川普的话任命了Rosen Jeffrey Rosen作为代理的司法部部长 在司法部部长 这个川普不断的给他施压 他说司法部要调查这些选举舞弊的州 以后要求司法部的介入 但是Rosen他说我们经过所有调查 我们都没有发现有任何舞弊的东西 当然他的副手助理司法部部长 Richard Donahill同样也认同 所以在当时这两个司法部最高的两个主管里边 他们都认同William Barr的说法 说我们司法部应该是执法中立 不能够因为政治不能够参与政治 尤其是这个政治选举结果牵涉到美国的前途 所以他这两位主管都不愿意宣布 要调查这些州可能有舞弊的情形 川普只是说你只要开记者会 所以说我们调查Pennsylvania州 Arizona州这些舞弊情形 你只要宣布就可以了 但是这两位主管的话都不愿意 以后同时他找了第三位 这个Steven Angle他也不愿意 没想到的话 这位叫Jeffrey Clark 他没有任何形式经验 他只是主管EPA环保署的一个事务而已 但是他透过了一个参议员 Pennsylvania的参议员 他说我认同选举有问题 以后他愿意站出来 以后来调查选举舞弊的问题 所以在23号的时候 William Barr宣布辞职 他跟川普在白宫有一期会谈 他当时给川普的建议 就是说两方面 第一方面的话 他会写信给一些有争议性的州 以后他说我们司法部 现在正在介入调查 以后要求这些州不要核准选举的结果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他说我会召开记者会 宣布我们司法部已经介入调查 以后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川普非常喜欢他的idea 没想到司法部知道之后 这个中城的主管 没有经过上司的讨论 就直接跑进白宫里面去 所以的话当时的话Rosen非常恼火 以后的话他责问 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 你的直接的话到里面去 后来Jeff Clark道歉 他说以后下不为例 以后因为是川普主动邀请我的 但是Rosen说按照程序里面的话 他邀请你 你还要我们主管的批 你不登录代表司法部的立场 道歉之后 他并没有就此为止 他还不断的 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调查几样 第一样的话就是选举的机器 是来自这个Made in China 很多审取机器 是中国制造的 我们要调查这些机器里面 有没有舞弊 有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 第二部分的话 他说我们要调查调动 这些情报部门 看看的话这个情报部门 有没有其他的信息可以对我们有利 可以推翻选举结果的 Richard Donahill 还有Jeffrey Rosen 都说我们是执法机构 司法机部 所以有证据有调查是在FBI那些层次调查 以后之前FBI跟我们汇报的时候 已经是没有任何的 就是舞弊有一部分很少 但是没有影响的结果 你现在跨过FBI来进行 要拿到情报部门 这部分的话是不当的 就像中国制造的选举机器 有没有牵扯到舞弊这部分 没有任何情报显示 所以你不要再查了 所以这两个主管叫他的话 就是你要好好做好 你环保署的工作 不要插手这个总统选举 因为这不是你的事情 好 我不做了 我不查了 没想到的话 他又在这段时间写了一个计划书 发给了川普 所以再过几天之后 川普又约了Jeffrey进了白宫 谈了他具体的方案 那时候这两个主管一知道的话 暴跳如雷 他说我们已经跟你讲过 你要跟白宫代表司法部 跟白宫去会谈 你必须要向我们请示 上次已经给你警告了 然后你还在不断的背着我们做 然后那时候这两个主管非常恼火 没想到的话 他回来以后 他已经直接跟这两个主管说 你们很快就要打包走人了 因为川普已经是同意 让我来接替你的职位 所以这两个主管的话 这三个主管以后很生气 他说如果是川普真的是这样子做的话 那我们就要一起抗议 所以在1月3号也是1月6号暴动之前 以后最后白宫的话 就是将所有这些人 司法部的几个主管 还有这个Jeff Kerr一起带到白宫来 以后还有白宫的法律顾问 所有的人都坐在里面去 川普一个一个问 你的立场是什么 以后一个人问 以后所有这些职业的检察官都说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这个选举 有选举舞弊的一些偶发事件 但是没有大规模的舞弊事件 所以我们不能够宣布 这个插入选举 但是唯独Jeff Kerr 他就表态 我认为我们要调查 我们一定要推翻选举结果 在所有这些司法部 还有白宫的顾问面前 川普就问 那如果我让这个Jeff Kerr 来做司法部部长 你们会怎么做 一个一个表态 我马上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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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完之后的话 他说那司法部里边的话 其他人呢 这个Rosen说 我可以保证的话 半数以上的职业检察官都会辞职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国家可能会变得更乱的 以后有可能这个很多民众的话 觉得这个政权叫这个转移的话 出现很大的问题 我们不想司法部的职业检察官 成为这个出卖国家 因为我们的效忠是美国宪法 你这样的做法的话 是不对的 在所有的这个职业检察官的表态之后 川普的话最后就是放弃 提名任命Jeffrey Kirk 担任司法部长这位职位 因为司法部长 你要这个 你还要经过国会的参议院的认证 认可 所以还从这个角度来说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这个1月20号就要损失了 以后1月3号他计划 如果所有的这些 就算的话这个Jeffrey Kirk被任命为代理的司法部长 但是的话他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听从他的指挥 没有一个形式专门有背景 或者选举法相关系的司法的检察官来协助他的话 也很难翻盘 以后这个是在这个华尔街 这个华尽顿邮报讲了 Inside explosive office confrontation three days before 他就说在1月6号 这个国会暴动前的三天 在白宫有一个爆炸性的 这个会议 这个冲突 三个小时 所以的话在里边参与的人 除了Jeffrey Kirk的话 他聘用律师 行使了第五搜证案 沉默的权利 他不他保持沉默之外 里边的所有的这些官员 都在国会里边自将出庭作证 会披露的话 当时在白宫1月3号 所发生的一些这个辩论 这个部分 这个将会构成听证会的第三个重要部分 也是显示书 你可以看得出的话 就是说选举从川普不认同选举结果 到新边的人都建议的话 应该输了 不要再折腾下去了 到了第三步里边的话 他想办法透过司法部的内辩 里边内讧 提拔一个认同他政见的中程官员 成为一个代理司法部部长 来推翻选举结果 这是进行了第三个单元 以后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得出这厢戏里边的一直一直演下去 他同样的这个还是一样 这些国会听众会只是一面支持而已 因为川普还没有没办法交叉盘问这些 这些证人也没有办法呈现自己的证据 反驳这些证人的证实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说 为什么共和党认为这个是一场演戏而已 只是这些人都是一个角色 这些是不是事实 有没有办法查证最后判决判法的话 有没有错 往往在法庭上是陪审团说的算 但是在目前国会听证会里边 可以说他是像检察官 像大陪审团呈现自己的证据一样 不允许律师在场 不允许交叉盘问 所以往往只是一面支持 不过我们听听就知道 大概里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 最高法院最近的话 这个两天以前做出了一个裁决 这个案子非常有趣 为什么的话 这个案子发生在这个华盛顿州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的话 他是跟这个跟加拿大边界接邻的 在过程之中的话 这位主人公叫做Bob Ballou Bob Ballou他以前的话是做贸易的 他跟东南亚做个贸易 做生意的 后来他自己在这个20年以前 他决定的话 回到他出生的地方 华盛顿州居住 找来找去的话 在这个小镇里边找到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里边 这个他这个将这个房子来改装 改装的话 这个房子前面这部分 这个是前面是在美国 而他的后院呢 是在这个加拿大的边境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个 这是他的后院 他让石头拦起来了 所以从这边在右手边这边 他是美国边境 一跨过来的话 这个就是加拿大的地方了 所以他自己的话做了一个bed in bed first 就是小旅馆 这个小旅馆 他的名字也起得很奇怪 他叫做Smugglers Inn 这个偷渡客客栈 偷渡客客栈里边的话 他自己这个后来文 这个在法院里边输送里边显示出来 他自己两边都是两头吃 也就是说他自己做了两个生意 一个是接送生意 第二个是客栈生意 第三个的话 他还有一个私下生意 就是跟移民局做宪明 在过去他从开客栈那么多年下来 他透过各种方法 以后找到客人到施雅图 有一些是要偷渡进美国 在加拿大边境的 他会定位以后到施雅图来了 以后他会到施雅图去接机 所以他开了那个catelic的车子去接客 以后从机场接到他的客栈里边 他收一两百块钱 客栈一个晚上的话 他收一两百块钱 以后这个钱里边的话 但是客栈满的时候 床位不够了 以后他用另外一种方法 他就是向移民局举报 他做移民局的宪明 他说今天晚上我有一个客人 有一个人会过来 以后的话他是要偷渡到加拿大去 所以移民局的探员知道他的宪明 也在他家门口等这个附近等着 所以他的家他一下来 freeway 移民局的人将他车子拦下来 以后这个基本上这些偷渡客 已经将这个交通费给了他 客栈的费用给了他 移民局将这些偷渡客逮捕了 他也不用退钱了 所以他基本上用这种方法赚钱 在过去十多年 他从移民局手上拿到限民费 大概有六万块钱 而有一次一个土耳其的偷渡客 从外地要准备偷渡到加拿大 所以透过朋友的介绍 然后联络上了 Baloo采用同样的手法 因为土耳其来的 以后有可能会牵涉到恐怖活动 所以他在接客之前 已经是跟移民局通风报信 他说我现在到机场去接一个 土耳其的偷渡客 以后当然收到了线报 移民局的人在smuggler int 偷渡客栈里边的话 门口这附近的路里边等候 所以他们的车子开进来了 移民局的车子也开进来了 进行烧查 这烧查里边 以后发现 这个土耳其的人 所有的文件都是合法的 以后并没有非法入境 他来这边客栈来住 也没办法逮捕他 所以移民局的人觉得的话 这个很生气 当然戏就演下去 所以马上的话 要这个两个人 Baloo的话 他叫这个移民局的人 你要出去 这是我的私人财产 没想到移民局的人 对他不客气 因为他烧查出来 这个人 土耳其的人 并没有非法的 是合法的 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争执 以后将他扣押起来了 上了手铐 所以但是在这过程之中 那天那个土耳其的人 住下来之后 第二天偷个后院 偷都到加拿大拉 移民局更生气了 所以移民局这个探员的话 向国税局举报 他说他偷税漏税 以后那时候国税局查了他很久 他被国税局查了 以后又被警察上了手铐 他很不爽 他就向法院的话 提告移民局 他说告移民局 第一逮捕的时候 用无过度 以后这个是第四搜证案 他已经叫警察那边的话 不要来进入他的家里 但是的话移民局的人 还是冲进去 第二个的话是移民局 向国税局举报 以后他故意让国税局来找他麻烦 所以这个案子告进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法院 他说移民局这样子做法不对 但是到了上述法院 上述法院完全推翻了 他说你要告政府的官员 那你必须要证实 这些政府的官员的话 是违法 他这些探员有情报 是你自己提供的 这个人有可疑 所以他到你的客栈里面烧查 那是理所当然的 他怀疑你偷税漏税 向政府部门举报 也是他的工作范围之内 并不是报复行为 所以一分钱不给他 将他的诉讼案打回来了 这个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6比3票 6票是保守派的 所以这个是民共和党任 总统任命的大法官 这些人认为里面的话 这个你要告政府 你必须要证实 政府的官员 是恶意去伤害你 只是他做自己的工作 而没有任 good in good faith 很有诚意来做 这种情形的话 你要告政府 是没办法告 所以这个案子 这个偷渡手脑舌头 我们讲的 他一分钱拿不到 所以这个法院的话 就是在过去 在边境这方面 给了司法部 给了这个执法机构 很大的权利 两年以前 有一种案子 打到最高法院里面去 15岁的墨西哥偷渡客 要偷渡进美国 但是他人本人 还是在墨西哥边境 所以他偷渡的时候 边防人员开枪 而导致这15岁的小孩子死亡 后来家属 在新地亚哥的地方法院 联邦法院里面 告这个边防队的人 他说你这个造成了不当死亡 他虽然是偷渡 但是的话不至于 你开枪将他打死 但是当时的最高法院的裁决 就是说因为这个人 是在墨西哥边境之内 他没有跨境美国边境 边防队的人是为了国家安全 为了国家安全 他们行使他们的职位 所以说你墨西哥发生的悲剧 不能够在美国法院里面提出 所以这两宗暗示 给了美国边防队很大的权力 保护权力 这个immunity 尽算他们做错了一些事情 你认为可能是违规 但是的话 他只要没有违法 民众还是不能够边防 这是很大的一个重大的裁决了 在米奇根 Gran Rabbit这个城市 一名白人警察 因为牵扯到这个黑人 一位乘客被打死 一位司机被开枪打死了 这个警察现在面临二级谋杀罪 这个案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当时事情发生经过 当时这个六年经验的警察 将一位车子拦了下来 因为车牌 他的这个贴的标签不对 因为标签跟车主证不相互 所以他拦下来的时候 要求这个车主提供这些资料 但是这个驾驶人士 他并没有去拿他的车主证 或者是驾照 那时候正要走的时候 警察拉住他 不要走 没想到的话 他不听从警察的指挥 开始跑 在跑过程之中 警察拿起他的电击枪 以后朝他打了 但是电磁枪可能没有打中要害 以后他并没有痰瘫 而是他这个开始挣扎 在挣扎过程之中 以后他这个警察 以后拿起枪 朝这个黑人 这个头部 开了一枪 头部开枪之后 这个司机死亡 那这个案件 也引起了 Michigan州的很多 这个民权团体的不满 他认为这个警察 这样子做法的话 是绝对不当的 现在这个经过警察的调查 内部调查 他认为警察不应该开枪 因为他已经是被压倒在地上 不过这个案件的话 也引起各界的关心 因为自从佛罗里达 这个白人警察枪杀黑人之后 各地的有关于警察暴力事件 已经引致民众对警察 是否用武过度 都开始有很大的不满 每一次白人牵扯到 白人警察牵扯到白人警察 枪杀黑人 往往会引发各种的话 社会的这个动乱暴动 所以Michigan这个部分 检察官为了平民愤起诉了 但是能不能将这个警察定罪 往往的话就要看将来 这个审判的结果 往往双方都会请专家 检察官会说 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黑人他不听从指挥 他有可能反转身来拿到警察的武器 所以警察为了自卫 但是的话 从另外一个角度 辩护律师说 你没有这个笔药来拦他下来 让他走就走了 以后你并且压在他身上的时候 你在上面 他也不可能拿到你的枪 所以将来最关键的时候 专家双方都会请专家证人 有没有来决定 究竟有没有这个必要来开枪 当然在所有的这些警察起诉 被起诉的案件 在洛杉基 Orange County 一般的话 竞选警察被起诉了 也很难定警察的罪 不过在Michigan的地方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当地的民众 对警察用枪的这部分的 他的这个态度 因为这个部分往往会确定 有很多人认为犯罪率那么高 警察这份工作很危险 我们要支持警察 可能会判警察无罪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也跟每个地区也不太一样 洛杉基时报 这个有一篇文章 也是引起很大的这个关注的 就是像现在加州出选的结果出来了 这个Rob Bonter竞选 这个加州检察长 这个Newson 各族州长的连任 他们两个的话 他极左的政策 而导致社会的很多的不安 但是民众并没有决策到 他们的投票结果 最后他们这两个都是 以高票这个出选 要准备进入大选 11月的大选 他举例说的话 他说像检察长Rob Bonter 他以前是在Alameda 选区出来的国会 这个加州众议员 他后来的话 是被这个任命 接任了这个检察长的工作 但是的话 在这些所有的政界人士都知道 Bonter 他是可能会最 这个危险性最大的 因为的话 最近民众的话 对这个治安非常不满 他过去一直是支持 要这个犯罪 除罪化 轻判犯罪 所以他Sop on Client 他一直都是 大家在所有的投票记录 他都知道 加州之所以犯罪率那么高 其中陌后的 所有松绑的这个法规 都是这个Rob Bonter 所通过的 所提议的 所以的话 他是一个就是自由派 直径派的民主党 他的政策里边 但是的话 因为他是民主党人士 所以的话 结果还是一样 他拿到55%的支付票 而另外一个Sincremento的检察官 Ann Maria Schuber 他是一个Tough on Crime 他要严惩犯罪的 以后他再办了很多大的案件 但是的话 因为他只筹到了100万的筹款 以后的话 在过程之中的话 他得的选票只拿到8% 因为最重要的原因 他是登记无党派独立 这个无党派人士 他原来是共和党的 以后 所以他说在选民里边的话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共和党人士 Nathen Hottman 他是共和党 他也没有花什么钱 以后他居然拿到18% 因为他登记是为共和党 所以他说民众投票 加州的选民很笨 他不调查候选人的政见 而是单捧党派 他投票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做法 好 讲到这个华一 市议员冯家辉的故事了 冯家辉18岁 从香港来 Saint Louis Obispo 这个加州州立大学 理工学学院里边的话 念的工 这个工程设计 后来毕业之后 他留在美国 在这个做这张开发 以后自己做生意 没想到的话 他跟他的家人 这个上个礼拜六 下午五点钟 到旧金山的一个公园 里边去爬山 爬山过程之中 然后他被人从二十 从这个这个山洞 他在下面走的时候 有人在石头上面 扔了一块一块砖 这个水泥砖下来了 砸到他的头部 封了好几针 他的女儿赶紧追过去 拍了这张照片 但是这两个人 还比了手势 来这个 这个 比了手势 憎恨的手势 以后比中止 以后走开 慢慢的走开 然后送到医院里面去 缝了很多针 以后 以后这个悲剧里边的话 他后来 这个 他自己 这个 这个 跟媒体讲了他的故事 而报道这个消息的 这个是旧金山的一个记者 叫迪安林姓林的女记者 他也是在上个月 因为是亚太文 传统月的时候 他报道仇恨犯罪 还受总统拜登的接见 他自己的话 这样的故事写完了之后 他马上 他又发现 又报道另外一宗 在 Chinatown发生 在奥克兰 Chinatown发生的 一个华裔的 这个 这个车子停下来 停下来 没想到的话 要进车子的时候 有另外一组人 将他的用枪指住他 夹走了他的车子 你可以看得出 他要上车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 将他的车子 马上开走 他还挂在车上 以后 这个车子 你可以看得出 挂在车上 以后走了 那么多的 针对亚太医的暴力案件 连这个迪安林 他那时候 他发表的感言 他说 在一天之内 报道了 这个市议员 这个被攻击 以后 另外又马上报道了 这个 这个华人 华人在 Chinatown 60岁的华人 被抢 这个案件 我现在 我的精神 受了很大的压力 我都没办法 正常的思考了 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 我被traumatized了 我自己的话 被受了很大的打击 一个记者 报道那么多的 暴力事件 以后 他让他都麻木了 所以这个也是 显示出来 究竟我们社会 发生了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这个Andrew 他是一个非常 接触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自己创业 以后自己要竞选 这个市议员 成为Milbert 这个城市里边 首位华裔市议员 但是他自己 这种事情发生了之后 也得到了很多民主党 他自己本身是民主党 也就是工会的支持之下 他当选的是议员 所以他当民主党里边的话 这些议员 这个包括的话 这个Evan Lowe Michael Lee Fielding 这些在Sacramento的议员 民主党人士 一听到之后 马上站出来 你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We stand with you Anders Stop Asian hate 这三位自由派的人士 马上的话就是说 我们跟你站在一起 要停止对亚太医的仇恨 犯罪 那这个案件里边 我不认为是个仇恨犯罪 因为这部分里边的话 你要构成 要起诉一个仇恨犯罪 必须在犯罪过程之中 因为你是逐一的 辐射而发生的 所以这个案子 并没有任何提到 就是他挑选 这个 这个Ander Fang 就是因为他是东方人 而是因为 在过去 你可以看得出 这些民主党华人的自由派人士 将所有事情都推给仇恨犯罪 其实这个是大环境而造成的 大环境造成很不幸 我们华人也是这个社会里边的一员 在去年加州州长面临连任的过程之中 9月份要投票了 在7月13号 加州州长在这个马上的话 迎合Richard Pan的要求 给了这个亚太一的 一百多个组织 以后一亿五千六百万的资金 来想办法来阻止 针对亚太医的仇恨 一年过来了 花了一亿多资金 有没有任何成效 没有 因为这些政客 他最终要州长 要买通这个华人的政客 他说你要支持我 这个反对罢免 支持我连任 以后将这个议题变成一个仇恨犯罪 其实真正的犯罪 不是因为肤色而仇恨 而是因为整个社会 因为这些Sacramento的 这些立法人员 全都直径派了 像Rob Banta这些议员 都是要犯罪除罪化 州长将青少年的监狱关掉了 将这些这个关在 这个有精神病的人的话 放了出来 而在预算案 今天的话 加州的议会通过了 这个三千多亿的预算案 在预算案里边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现在大部分的预算案 都是怎么样子来 补助工会 补助救治 这些允许学生念书不用钱 这个住屋 购物政府补助 没有任何一笔经费 是要增加警察的经费 没有任何一些经费 是要提供更多的 这个精神病治疗 我们现在手上有好几个 就是因为精神病而发生的 这种 这个 这种 这个 刑事案件 女儿犯病了 没有吃药 将爸爸伤害了 在医院里边看病 因为精神病里边 然后还发作 以后想案另外一个病人 这些的话 都是有精神病的人 但是的话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 安排他们接受治疗 法院 法官也指派 也指定 他说也接受精神病的治疗 但是 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 有足够的双语人员 来帮助这些 有精神病的家庭 精神病的被告 所以但是的话 现在政府还是 因为有盈余 他们现在的话 想办法拼命在花钱 花在工会身上 花在补助流浪汉 这些 这个公屋方面 以后 没有任何一些防范性的措施 所以 就像那个民主党 共和党里边 有一位华裔的 议员 叫Vince Fung 他自己家里边 是经营餐馆 在Bakersfield 这个乡下农村的地方 他自己以后 他这个 从小就在餐馆里边工作 他知道民众的辛苦 他就是说 目前这个三千多亿的经费 没有一笔是用在刀口上的 都是不同样的利益团体 都是瓜分了 就像的话 给亚太医仇恨犯罪的 一亿五千六百万的经费 用了放了进去 有没有效果 一点效果没有 针对亚太医的仇恨犯罪 还是不断的增加 最后针对所有这些 族裔的抢案 这些东西的话 还是不断的增加 他认为 现在这种预算案的话 就是这个 跟我们社会完全脱节的 我们不能够 因为自己的政治理念 而偷了我们选民的钱 滥用我们选民的经费 很可惜 Winsfang这样子 有远见的一些华裔司议员 立法委员 其实很少数 因为他是属于共和党 目前共和党的席位 不到20%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民主党不管是多 不符合常理 多这个执着 但是的话 因为没有任何党派的制衡 所以他尽管你的反对 你毕竟没有足够的票数 推翻这个预算案 这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 这个不幸 我们加州选民 应该觉醒起来了 不能够因为他的党派而投票 应该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 他的计划 他的选票结果而投票 今天是内化达州初选 我们华人在里边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内化达州 这个人口 A型的人口占12% 但是选民登记只有8% 是我们A型的 亚太医的 但是虽然有8% 但是在这个选举里边 这是起到关键性的小数 我们华人 如果是赞同民主党的 民主党会赢 如果我们华人投共和党的 保守的选票 那可能共和党 可以顺利的拿下三个 民主党现任的这个职位 这个的话 对改变政府的政策 改变将来的立法走向 会起的很大的作用 我鼓励住在内化达的观众 不要错过手上的选票 今天去参与投票 支持一些能够真正 帮助我们社区安全 能够体贴 现在因为通货膨胀 而引发了痛苦的 这些政治候选人 好的 谢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 我们明天再会